去实践 这个佛法入你的心 产生你的语言 行为 心态 给别人的态度 这个叫法 就像刚刚讲的 孤独的老和尚坐在路边 别人都会跪 太慈悲了 因为他念佛 跟任何人念佛都不一样 他写个字也不一样 他风范走在路上也不一样 修行骗不了人 所以你越修行越了解 修行是什么 所以所有鬼神都在旁边供养你 帮你开路 帮你找姻缘 所以不是 哪里要不要让我出家 我可不可以出家 所以我想很多人来问我说 师父你看我可不可以出家 这是你的问题 我告诉你 我是自己剃头的 我自己肯定我可以出家的 别人不了解 那是别人的事情 因为这个出家 马帕释迦牟尼佛 他叫辟兹佛 在那个时代他叫辟兹佛 他是没有人认可他的 他是独自树下开悟的 连吴比丘都不认可他 但是因为佛陀的威仪 风范思想感动了他们 所以在这一点 做一个菩萨 你愿意发菩提心 要愿意这么做 愿意这样承担 那我想 心态准备好 诸佛菩萨加持你 你就开始在 不断的在帮助众生 而且希望你修道 很多人都要盖道场给你 因为你有道 就像智者大师 不用盖庙 对不对 观工 现前用他的神通 显现大殿 做他的护法 切然护法 为什么 因为智者大师 他是佛陀的化身 所以叫小释迦 所以他走到哪里 还要烦恼这个 他目的只有在 但是我必须讲是 现在很多人出家 是在烦恼这个房子 土地 道场 他不是在烦恼法 所以这一点 你要分清楚 哪一天你要出家 你要分 这个道场是为道的道场 还是为寺庙的道场 如果他方向180度错了 虽然好像出家人很多 那还不是真理 所以在这一点 各位要有苦行生 流浪者 孤独 你要走出一条 成佛的路 因为诸佛菩萨都在看 你放心好了 我们不是做给人看的 所以晚上各位可以不用睡觉 去外面打坐吧 开始念 念到有鬼过来 不错了 我帮你 本来就有鬼过来 只是你不知道而已 但是你就对他慈悲 时时刻刻慈悲 因为不然来印尼干嘛 来印尼就是要来奉献 来这一片土地 有所奉献 所有众生 有所奉献 你会发现 你会碰到你的爸爸妈妈 为什么 这些最有缘的 每天我们都会想 我们的父母 我们的父母就会现前 哪怕做神 他也会现前 所以他会来 让你知道 好 护持生命电视台 就有如在 护持十方三世 一切佛法森三宝 所以 期望各位把 生命电视台 所听到的教法 运用在您的内心里面 达到无我的空性 达到慈悲利益众生 更要随时收看 随时护持生命电视台 就是护持三宝 护持账号 1996-5232 1996-5232 护民生命文化基金会 大家好 我是三金总医院院长蔡建松 武汉肺炎疫情蔓延前求 为降低国内群聚感染风险 今年所得税申报 已全面延长到6月30日 建议大家 善用网络报税工具 在家报税 安心防疫 如期全网国税局报税 请避开申报人潮 并配合以下相关措施 一 使用国税局官网的线上取号功能 降低现场等待时间 避免人潮聚集 二 请全程佩戴口罩 配合量体温 并依现场服务人员指示 保持社交距离 若有发烧等呼吸道症状 请在家休息 并采用网络报税 报税不忘防疫 保护自己 也保护他人 城里的荧光 最受欢迎的 萤火虫主题公园 即将登陆我是 萤火虫 萤火虫 慢慢飞 怕黑的孩子 安心睡吧 让萤火虫 给你一点光 萤火虫 曾让很多人 留下了美好的记忆 萤火虫主题公园 将再次勾起 大家的童年回忆 与幸福时光 真是好久都没看到 萤火虫了 小时候 我经常去抓它们的 好怀念过去的日子啊 是啊 现在都市里 哪里还有萤火虫呢 记得以前晚上 都可以看到萤火虫的 嗯 萤火虫主题公园 我们一定得去看看 真期待啊 我也好想再看一看 那些漂亮的萤火虫 爸爸 我想看萤火虫 我都没有看过萤火虫呢 好啊 到时候爸爸一定带你去看 这两年 与萤火虫相关的活动 在城市里 急剧升温 所谓的 萤火虫主题公园 就是在封闭的 大型空间中 用草皮和植栽 组成一个 临时的栖息地 让游客 可以直接接触到 飞舞的萤火虫 哎呀 只不过是用一个大棚子 养了一些萤火虫而已 票价怎么卖得这么贵啊 听说啊 主办单位 在这个主题公园里 放了十八万只萤火虫呢 我还听说 每只萤火虫的采购价 是五元 主办单位 也是花了不少钱呢 啊 这些萤火虫是买来的 当然了 要不然 从哪里弄来 这么多的萤火虫呢 真是太美了 好久没看到 这么多漂亮的萤火虫了 是啊 竟然有这么多的萤火虫 好美呀 现在萤火虫 越来越少了 也不知道它们 是从哪里弄来 这么多萤火虫的 听说这些萤火虫 都是从萤火虫繁殖场买来的 哦 原来是这样啊 然而 主题公园里的萤火虫 是从繁殖场购买的 这全是谎话 因为这些萤火虫 都是从野外捕捉来的 那里有一家商店 我们进去买点水吧 嗯 我口渴了 正好买一些 咦 老板 你店里还收购萤火虫哦 是啊 我们这里有很多负责收萤火虫的虫头 你们收了那么多萤火虫 做什么用啊 当然是要卖呀 不瞒你们说 为了卖萤火虫 我还在网路上开了一家店呢 而且 那些需要成千上万只萤火虫的大客户 还会专门派人来采购 啊 买成千上万只萤火虫 要那么多萤火虫做什么啊 当然有用啊 现在都市里不都流行什么萤火虫主题公园吗 你想 那么多的萤火虫从哪里来的 还不是从我们乡下山里抓的 可是 我怎么听说主题公园里的萤火虫 都是人工繁殖的呢 那都是骗人的 萤火虫的成虫只能活两个星期 而且 它们对生态环境要求又特别高 想要人工饲养是非常困难的 所以 你们在主题公园里看到的那些萤火虫 都是野生的 不信你们等晚上看看 这附近村子里的人都会出来捕捉萤火虫 萤火虫现在已经成了我们这里新的发财方式了 晚上九点后 一辆辆摩托车便会从村子里驶向野外 又抓到了一只 今天收获可不少啊 哎老弟 今天抓多少了 应该 有两百只了吧 不赖嘛 那你今晚又赚了一百多块钱了 你可真厉害啊 两百只算什么 隔壁村的老王有一天晚上 抓到了一千多只呢 原来我们在主题公园里看到的那些萤火虫 竟然都是从野外捕捉来的啊 是啊 再这样抓下去 那野外的萤火虫是不是也会越来越少呢 是啊 萤火虫发光是为了求偶交配繁殖下一代 他们被如此大肆捕捉而丧失了繁殖的机会 是会影响当地萤火虫族群数量的 而那些被卖到都市里的萤火虫 也因为无法适应城市的生态环境而快速死亡 唉 昨天一个晚上又死了好多萤火虫 是啊 他们根本不适应这里的环境嘛 几乎都撑不了多久 老板 你看 昨天晚上又死了好多萤火虫 嗯 你们把这些虫的尸体清理一下 我刚刚又订了五千只萤火虫 死了就死了 再买就有了 要知道 现在萤火虫可是非常受欢迎的 然而两年后 乡下野外的萤火虫也越来越难见到了 嗯 这里的空气好新鲜啊 老公 这里晚上真的有很多萤火虫吗 我听朋友说他两年前来过一次 这里一到晚上 萤火虫就像天上的星星一样多 是吗 我等不及想看看了 咦 怎么回事 没有萤火虫啊 真奇怪 难道我们来错地方了吗 先生 请问你们这里有萤火虫吗 以前是有很多了 萤火虫在城市里不是很受欢迎吗 萤火虫展和萤火虫主题公园都需要大量的萤火虫啊 而那些萤火虫可都是从我们乡下买去的 啊 是啊 以前我们都以为萤火虫是抓不完的 哪里知道才两年的时间 我们这里就已经看不到半只萤火虫了 现在 现在还有多少人在野外见过萤火虫呢 萤火虫为什么会成为了稀有物种 许多环保人士纷纷意识到了这点 并采取了行动 天啊 真没想到 这些萤火虫被带到这里后 竟然只能存活短短几天 而且 他们也无法在这里繁殖 是啊 有些人为了自己的利益 而牺牲掉成千上万只萤火虫的性命 很多地方的萤火虫展 都因为萤火虫大量死亡而备受非议 现在抵制萤火虫主题公园的人 越来越多了 因为我们大家都是喜欢这种可爱的昆虫的 我们宁可不关上它们 也要保住它们的生命 你说对吗 对 你说的没错 我要告诉我的朋友们 请他们也不要来萤火虫主题公园参观 嗯 谢谢你 让我们一起拒绝 将萤火虫商业化的活动 请大家不要让城市 撑起来